威德360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相信今天北部地區觀眾朋友們都有看到好久不見的陽光了 那是因為從今天開始東北疾風減弱的關係 陽光露臉全台的氣溫也回升了一些 另外要提醒各位是在周日的時候 又有另外一波東北疾風下來了 所以藉此全台的氣溫又會再下降一些 那我們從微信運圖上可以看到 海洋颱風殘留的水氣現在已經都往東部外海擴散出去了 所以北部地區今天來說都是無雲的其他穩定好天氣 加上東北疾風減弱的關係 氣溫也回升了許多 那我們可以看到南海現在熱帶低壓 現在還是慢慢往西北西方向前進 所以未來幾天也不會影響到台灣地區 那我們台灣地區未來幾天天氣 其實隨著這一波水氣出去之後 全台的降雨情況就會減少許多 換成比較是乾燥的天氣了 雖然說還有冷空氣存在 不過都是屬於比較乾冷的天氣狀態 另外要提醒各位是在周日的時候 又有一波比較強的東北疾風下來 屆時我們全台地區的氣溫又會再下降一些 不過這波冷空氣可以看到 它其實不會帶來什麼樣的水氣 所以未來這一波其實降雨的情況並不會太顯著 那明天的降雨機率其實主要是以東部地區還是比較高一些 那是因為東部地區還是屬於比較淫風面的區域 所以降雨距離還是有來到30%左右 是屬於比較有零星毛雨的情況出現 那西半部地區還是一樣晴朗穩定的好天氣 所以也不太有降雨的情況出現 那高溫的部分隨著東北疾風減弱的關係 而且中午有太陽露臉 所以溫度回升到24-25度左右的溫度 那中南部地區呢可以看到溫度還是像前幾天一樣 都維持在28-29度的高溫 那低溫部分呢 北部地區終於不會再跌破20度的溫度了 大概可以來到20-21度的溫度 那中南部地區還是維持在18-20度的溫度 那要提醒中南部的觀眾朋友們 一定要特別注意到 因為這樣晴朗無暈的天氣 早晨的時候容易有浮測冷卻的效應 所以呢清晨低溫部分會來的比較冷一點 所以建議在早上起床的時候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另外呢中南部地區日夜溫差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呢一定要做好衣物上的調整 才不會讓身體有不適的情況出現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威德360 我們來看一下詳細的天氣數據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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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